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计时 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选前将进行三场 各90分钟的现场辩论 而第一场辩论已经在我国时间早上9点举行 辩论高手特朗普对上只求平稳 减少口误的拜登 两人同台互呛 特朗普更是疯狂打断拜登发言 连主持人也看不下去 要求特朗普收声 辩论会9月29号在克利夫兰一所大学举行 由著名新闻主播华莱士主持 第一场总统辩论 攸关两人接下来一个月的选战声势 双方不容有失 特朗普继续发挥毒蛇 疯狂打断拜登发言 吐槽对方不醒目 读书成绩差 而拜登则是直戳特朗普在抗击新冠疫情 经济表现和个人税务等个人道德问题 特朗普在辩论中主张 他采用的避税计划展现他的材质 是奥巴马政府制定税法的产物 尽管他声称自己每年都缴纳数百万美元 但他坦言不想缴税 是笨蛋才会遵守法律 他坦言 新冠病毒大流行也是双方激变的重点之一 根据中央社分析纵观整场辩论 特朗普未能掌握时间宣扬政绩 拜登的主轴相当明确 但气势显然不如特朗普 还掉入对方政治争吵的步调 也未能成功提出有利观点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立即将写将写给你 到处于这一层的重点 这个颜柜的重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